第21章高下立判 求推荐 今天的杜飞云注定会让白石镇的所有人铭记于心 无论是对他憎恨 厌恶 亦或是震撼和不可置信 从他出现在足笔大会上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成为众人的焦点 先是代表柳家参加足笔 让所有人感到疑惑和惊讶 接下来便是干脆利落出手教训口出恶言的柳衡 让人对他的实力和胆气另眼相看 紧接着便是他登上擂台连续击败秦首智和白龙 而且仅仅只用了一招 至此他已颠覆了他以前在所有人心中的形象 让人知道他不再是那个谁都可以起舞的弱小少年 他一招利挫链体七层的白龙 并将之重伤时那强大的实力 已经深深印入众人的脑海 此时几乎没有人去细想 他为何会在短短时间内便有如此巨大的进步 人们都在心底暗暗揣测着 这个如妖念一般迅速崛起的杜飞云 和白石镇九想盛名的天才少年秦首正 他们两人孰优孰劣 尽管台上的其他少年都在轮番鄙视 其中一位白家少年也干净利落击败对手 但是这已不足以激起围观众人的热血 他们最期待的就是秦首正和杜飞云之间的对决 当然尽管杜飞云今日的表现十分耀眼 让所有人心中都掀起怒涛狂澜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看好他 更加倾向于实力境界神秘的秦首正 杜飞云的实力境界已经由白龙证明 乃是炼体七八层境界 而秦首正13岁便已进阶炼体七七层境界 如今的实力又是何等境界 期待 无尽的期待 终于第二轮比试结束 包括杜飞云在内的三名少年胜出 加上轮空的秦首正一共是四名少年 四人在众人期待的关注下登台抽签 接下来将会分成两组进行比试 两位获胜者争夺第一名和第二名 两位失败者将会再次比试争夺第三名 最后前三名获胜者将获得此次足笔大会的奖励 年龄最小的杜飞云率先抽签 当他看到竹签上的名字时 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微笑 耳后抬起头来望着身边沉默寡言的秦首正 心中的战意渐渐升腾 毫无疑问 这一场比试 他将对战天才少年秦首正 当刘掌柜宣布抽签结果的那一刻 擂台四周数千个百姓都欢呼出声 掌声雷动 他们兴奋 他们期待 终于能够看到十年来最为精彩的对决 他们大声呐喊着为两位少年加油 当然 仍旧是秦首正的呼声最高 毕竟绝大多数人都看好他 剩下的小部分百姓 一改以往比一漠视的态度 也开始为杜飞云呐喊加油 彼时即将开始 擂台四周掌声雷动 三大家族的家主和族人也都翘首以待 密切关注 其余众人离开擂台 只剩下杜飞云和秦首正在擂台上对峙 杜飞云垂首立在原地 神色表情冷静沉着 心中却是战意攀升 至于秦首正依旧是双手附在身后 神色淡漠 瞟了杜飞云一眼之后 语气淡淡的开口说道 第一名我是在毕德 即便你有练体七八层实力 也不是我的对手 恰有威风拂过 身材其长的秦首至身上 那黑色袍袖烈烈舞动 垂在脑后 那不羁的长发轻轻摆动 无比自信的他周身气势勃然迸发 当然 他的话也顺着威风飘入众人耳中 难道他已经达到练体九层境界 那一刹那 所有围观众人都沸腾了 就连柳向天和白玉生都勃然变色 惊讶地注视着台上的秦首正 练体九层 只差一步便要踏入练起期 便会成为白石阵中屈指可数的强者 由不得众人不惊讶 更重要的是 秦首正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他的前途无可限量 震惊于秦首正的强大实力 同时人们心中又不禁隐隐担忧 那如妖孽一般迅速崛起的杜飞云 只有练体七八层境界 他又怎能敌得过秦首正 一时间有人为之惋惜和担忧 有人为之幸灾乐祸 不一而足 仿佛不曾看到众人的表情 也不顾秦首正这番话的气势压迫 杜飞云面色平静地抬起头来 双目灼灼地盯着秦首正 同样自信而坚定地道 我也对第一名是在必得 所以你恐怕要失望了 嗡的一声 人群顿时犹如顶水之沸 议论纷纷充斥鱼耳 人们完全没想到 杜飞云在得知对方拥有 练体七九层实力时 不但不曾感到畏惧退缩 反而战役沸腾针锋相对 若非是他自大狂妄 那么必定是拥有底牌 一时间 众人都在议论揣测着 难道杜飞云还隐藏着实力 无人能够回答 也没有时间让众人去细想揣测 下一刻 擂台上的两位少年便瞬间掠起身形 秦首正脚踏连环 双臂伸斩如白鹤斩翅 秦家松鹤拳瞬间施展开来 右手五指捏紧如鹤会 闪烁着丝丝青色光芒 摇指杜飞云咽喉 那一杀 秦首正快如疾风 身似凌鹤 双臂肩隐隐闪动青色光滑 气势如虹 灵力无匹 杜飞云也在刹那间迈出左脚 双腿带起两道残影 滑出飘忽的轨迹 飘忽的出现在数尺之外 他的双臂如张弓引剑一般 双掌斜着烈烈掌风 闪烁着赤红光芒 带着灵力气势 朝秦首正胸口拍下 以硬碰硬 正面硬汗 练体九层 只差一步便要踏入练起七境界 秦首正周身有光滑闪耀 显然已经初步触摸到近其外放的瓶颈 或许他只差临门一角 只需一点感悟便能够踏入练起七 真正做到原力外放 此时看到擂台上的一幕 围观的众人顿时沸腾了 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惊呼出口 目光全部落在杜飞云的身上 甚至于 就连对他心生恨意的三位家主 也是赫然起身 肃然动容 难怪杜飞云丝毫不惧秦首正 难怪他在知道秦首正的实力境界时 神色平静 难怪他敢于正面硬汉秦首正 因为他也跨入练体七九层 他也触摸到了原力外放的边缘 秦首正自幼便是白石镇的天才少年 修炼天赋出类拔萃 所以16岁的他达到练体九层境界 虽然让人吃惊 却并不至于心神震撼 而杜飞云一直以来只是一个平庸的少年 数月之前还是练体七四层实力 今时今日 他竟然也进阶到练体七九层 区区数月时间 便连续跨越五个层次 直接达到这是何等的妖孽 这是何等的逆天 简直是亘古未闻 这一刻 众人似乎忘记了呼吸 瞪大双眼如同看怪物一般 望着擂台上的杜飞云 他们无法相信这个现实 毕竟这太匪夷所思 但是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们不相信 很多人心中都泛起疑问 难道这个少年并不是平庸之辈 而是绝世天才 难道他之前一直都在低调隐藏实力 可是这样又似乎说不通 无解 诸多的疑惑 使得杜飞云变得神秘莫测 让人看不透 啪的一声清脆撞击声响起 两道斜着狂风进气的身影碰撞在一起 双拳与双掌瞬间结实 杜飞云与秦首正两人体内的原力 皆是陡然爆发 顿时激起肆虐的进气 一道肉眼可见的透明气劲 如波纹一样简开 这一刻秦首正赫然色变 尽管他双拳击中杜飞云的双掌 他却感觉如同打中棉花一般 轻飘飘的无处着力 而且杜飞云的双掌之中 竟然传出一道诡异的吸引力 牵引着他向前倾倒 幸好他反应够快 及时的气沉丹田稳住身形 否则便要冲出去摔倒在地 见杜飞云竟然也踏入练体九层境界 他心中震撼的同时 也是战意勃然迸发 浑身气势再度暴涨 体内原力狂涌而出 他双拳再度爆出青色光滑 腰身一拧 便向着身侧横扫出去 然而当他扭过头来 却发现杜飞云不知何时 已闪至他身后 正举起右掌朝他后心狠狠拍下 诡异 太诡异了 前一瞬两人面对面硬汗 这一刻杜飞云却莫名其妙 出现在他身后 秦守正心中顿时一个咯噔 心神瞬间绷紧 在一旁观战的众人 也看不出名堂来 只看见场中黑色身影闪烁 尽气四溢 唯独三位家主眼力高明 看清楚杜飞云脚下 踏着飘逸灵动的步伐 双掌与秦守正双拳一瞻几分 绕过他身侧来到他身后 尽管秦守正心神大海之下 瞬间矮身踏步朝一旁横移出去 速度却仍然慢上一分 顿时被结结实实地击中后背 哼的一声闷响传遍全场 秦守正身形亮呛地扑倒在地 在地上滚出几丈远才停下来 达到炼体后期境界 筋骨经脉早已被原力锤炼得极为坚韧 反应极是灵敏 力气更是恐怖害人 杜飞云拍出的双掌 足足有千斤距离 即便是拍在石碑上 也足以开碑烈石 若不是秦守正及时闪身躲避 而且已原力护持周身 只怕当场便要被拍碎几倍 可饶是如此 他也是内府震荡不息 口中一出鲜血来 显然已受内伤 交手仅仅一招 秦守正便被打伤 杜飞云却毫发无损 高下立判 见此情景 围观众人皆是大惊失色 满脸震撼的江丽原地 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就连三位家主也都满脸错愕 今天杜飞云给他们带来的一连串的震撼 使得他们的精神渐渐接近麻木 望向杜飞云的眼神 也在悄然间发生改变 而且一变再变 第22章足笔第一 趁此机会 秦守正强撑着后背剧痛从地上爬起 暗中运转原力压制体内伤势 心思垫转地想着如何对付杜飞云那鬼魅的身法 虽然一个照面便身受重伤 秦守正却不会气馁 更不会轻易放弃 他与杜飞云同样都是练体七九层境界 所以他还可以一搏 他还有机会击败杜飞云 在众目睽睽洗刷方才的耻辱 就在这时杜飞云眼角撇到秦家的管事秦二快步奔至秦万年身边 俯身弯腰在他耳边面带欣喜地说着什么 听完之后 秦万年赫然站起身来 耳后满脸愉悦地带着秦二快步离开 实力达到炼体后期 便会拥有常人不可思议的能力 能够听到三十丈内的风吹草动 只是奈何擂台四周 人声鼎沸议论纷纷 是以杜飞云根本没有听到秦二跟秦万年说的是什么 如果他能听到秦二所说的话 只怕他连继续鄙视的心情都不会有 因为秦二附在秦万年耳边所说的话 竟然是二少爷秦首义刚刚回到秦家 为等杜飞云去细想秦万年为何突然离开 便察觉一道灵力尽气迎面袭来 猛然抬头便看到一双硕大的拳影朝他的面门砸来 秦首正暗中调息片刻 将体内伤势压下 见杜飞云走神 知晓鸡不可思 趁机便发起反击 杜飞云连忙抬脚向一旁踏出两步 身形瞬间横移出六尺远 与那青涩进气擦肩而过 秦首正眼尖一击不中 脚跟一旋身躯瞬间扭转 右腿一记横扫朝着杜飞云腰腹肩起来 一袭白袍的杜飞云身形再度闪烁 脚下踏着飘逸的步伐 暗含某种规律 忽左忽右的躲闪着秦首正的攻击 秦首正见机得控 愈发加快攻势 拳脚并用带起阵阵青色光影 将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泼洒在杜飞云身上 一时间 场中掌影霍霍 清光弥漫 黑白两道身影纵横交错来回闪现 打得难分难解 表面看上去秦首正气势如红 凶蛮的攻击招式被施展得淋漓尽致 而杜飞云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依靠灵动的身法躲闪规避 似乎处于下风 当然 在围观众的眼中情况如此 在柳向天和白玉生的眼中 确实能够看出 实际上杜飞云是在拿秦首正当魔刀时 故意磨练身法而已 这两个月里 杜飞云的实力如妖念一般突飞猛进 在一个月之前便突破至炼体七层境界 随后 他服用了少阳丹 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将药效全部吸收 在九龙顶的折磨下 他闭关苦修一个月 终于将九龙顶内所需的原力存满 同时 经过九龙顶那不间断的折磨掠夺 他的丹田和经脉早已扩大两倍 比之前更加坚韧 就在这一个月里 他再度突破 实力终于达到九层境界 实力提升的同时 他的武器招式也演练得无比纯熟 只是实战经验却尚显浅薄 所以他想借着这个机会拿秦首正来磨练一番 身为当事人的秦首正自然心知肚明 他也明白杜飞云是故意躲避 不与他正面硬汉 拿他当磨刀石 被如此轻视 他自然心中恼怒 攻击也更加凶狠伶俐 他身负内伤 必须要尽快爆发最大力量 以最短的时间击败杜飞云 才有可能获胜 否则的话 时间拖得越久 他就愈加不堪 奈何杜飞云始终闪身游走 试炼着飘逸鬼魅的身法 根本不与他正面对抗 他也拿杜飞云毫无办法 围观的白石镇百姓们 今天总算一饱眼福 终于见到炼体后期修士之间的精彩对决 看到杜飞云与秦首正两人打得尽气四溢 光影翻飞 难分难解 便是忍不住开口叫好 为二人呐喊助威 整整一刻钟的时间 无论秦首正如何爆发权力 都始终粘不到杜飞云一片衣角 体内原力渐渐告庆 却毫无见数 渐渐的 他的速度越来越慢 静气越来越薄弱 内府中的伤势也渐渐爆发 胸口越来越沉闷 甚至喘不过气来 围观的群众们 也渐渐意识到不对劲 他们也渐渐明白了 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 毕竟 秦首正那狂风暴雨一般的攻击 看似凶猛无匹却始终落空 而且他的动作越来越慢 脚步越来越虚浮 脸色也更加苍白 反观杜飞云 依旧如之前那般气定神闲 身形飘逸地在场中游走 飞略如风 这下子 即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来端倪 隐隐猜到结果 果不其然 或许是杜飞云觉得磨练得差不多了 无需再浪费时间 所以一闪身便来到秦首正身前 右手掌瞬间出现在秦首正头顶 低贺一声便反掌拍下 虚弱不堪的秦首正 一看杜飞云那闪着赤红光滑的手掌拍下 眼中闪过一丝怨毒 竟然不思躲闪规避 反而双拳瞬间爆出青色光芒 一往无前地向杜飞云胸口轰出 他这是抱着两败俱伤的心态 企图以自己承受一掌的代价来击中杜飞云一次 即便不能打败杜飞云 能够将他重伤也值得 毕竟跟杜飞云交手这么久 除了第一招之外 他连人家一片衣衫都没摸到 这般巨大的耻辱他怎能忍受 咔嚓一声脆响传出 秦首正的肩头顿时凹陷下去 鲜血瞬间蹦践而出 一阵撕心裂肺的痛楚 瞬间窜上秦首正的脑门 使得他的面旁扭曲变形 轻筋暴跳 哪怕自身遭此重创 只要他这最后一击能够击中杜飞云 那么一切都是值得的 是以他仍抱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砸出双臂中最后的爆发力 只可惜 直到他昏迷倒下的那一刻 双拳前方依旧空无一物 连杜飞云的衣衫都没沾到 在他倒在擂台上 合上眼皮那一刻 他只看到一袭白袍的杜飞云 正静静地站在他身后 直到脑海陷入黑暗 彻底昏迷过去 他都没能想明白 杜飞云为何拥有如此鬼魅的身法 为何他始终沾不到杜飞云的衣衫 哪怕是两败俱伤的打法 也根本碰不到他 静 安静 持续整整数个呼吸时间 无人打破 围观的所有人都静静地望着杜飞云的身影 脑海里回味着方才的精彩战斗 眼神变得炙热或崇拜或羡慕或尊敬 在今天之前 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炼体七四层修士 能够在数月之内达到炼体九层实力 没有人会相信他能击败白石镇的天才少年秦首正 可是 此时此刻 杜飞云都做到了 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所有人都看到了 两久的沉默之后 是长时间的欢呼 被震撼无数次震撼到无以复加的白石镇百姓们 尽情地呐喊着 发泄着心中的兴奋与震惊 短短数个时辰的时间 杜飞云在他们心中之前所有的评价和形象 全部被颠覆 完全被尊敬 崇拜 畏惧等等情绪所替换 今天 无数白石镇的百姓亲眼见证一个原本平庸的少年 会星般崛起 亲眼见证这个妖孽一般的少年 横扫全场 他们 予有容焉 毫无疑问 今天的一切 必将会终生鸣刻在他们心中 杜飞云的妖孽天赋和事迹 也必将会流传开来 甚至变成白石镇的一个传说 许久 许久 欢呼声才渐渐停歇 在数千人那炙热的眼神中 在他们或崇拜或尊敬或刮目相看的目光下 杜飞云缓缓走下擂台 接下来 另外两个少年登上擂台进行比试 虽然这一个秦家少年 和白家少年都具备炼体七层的实力的表现 也可圈可点 只不过有杜飞云和秦首正两人的诸遇在前 他们两人的比试过程自然就黯然失色 一刻钟之后 比试结束 秦家少年以一招西败于白家少年白城之首 接下来便会由白城与杜飞云对决 争夺第一名 秦家少年和秦首正比试争夺第三名 可惜的是 秦首正已经重伤昏迷被秦家仆人抬回府中 无法继续比试 而白城也很明智地选择向杜飞云认输 事已 最后的排名便已经揭晓 秦家少年排第三名 白城排第二名 杜飞云自然是毫无疑问的第一名 主持人刘掌柜很快便登台宣布比赛结果 而后请三位获胜者上台挑选奖励 杜飞云作为第一名 自然是优先挑选三样宝物之中的一件 毫无疑问的 他选择的宝物便是他垂涎已久的天才地宝 九夜紫莲 白城选择的是宝剑秋水 秦家少年只好无奈地拿回秦家拿出的猎杯掌五计 胜利者的奖品领取完毕 本次组比大会也宣告结束 对此结果可谓是一家欢喜两家优 柳向天此时脸上挂着春风般的笑意 看向杜飞云的眼神都柔和许多 甚至连儿子被打伤的事情都刻意淡忘 然而 就在众人意犹未尽的准备散场离开时 满面春风的刘老太君 在丫鬟的搀扶下登上擂台 开口宣布了两件事 刘老太君宣布的第一件事 就是杜飞云妙手回春治愈他的怪病 挽救他性命的事情 至于第二件事 便是宣布从今天起 杜飞云一家三口将正式回归柳家 当人们得知 那位阶调求要榜治愈老太君的神秘高人 便是面前这位妖孽般的少年时 惊呼声与议论声再次冲销而起 无数道崇拜敬畏的眼神都落在杜飞云身上 第23章东窗事发 足笔大会的现场依旧人生鼎沸 在刘老太君宣布这样的重磅消息之后 终于将气氛推向高潮 当然 杜飞云也顿时成为所有人的焦点 白石镇的百姓们望向他的眼神之中 全是崇拜和敬畏 年仅14岁 炼体九层的实力 高深莫测的医术 这一切都深深地刻印在众人脑海中 杜飞云这个名字 必定使他们铭记终生 置身于擂台之上 望着四周数千道或敬畏或崇拜或极度的眼光 杜飞云胸中豪情顿生 这一刻 他的目光遥望度假方向 心潮涌动 母亲 姐姐 你们看到了吗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轻视我们 再也没有人敢欺辱我们 秦府 一处奢华的卧房之中 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躺在床上 床边两个丫鬟正在给他换药缠绷带 屋内充斥着难闻的酸腐药味 那少年竟然是消失一个月之久的秦首逸 此时他紧咬着牙关 强忍着浑身的疼痛 不时地发出两声闷哼 在床边坐着一个衣着华贵的妇人正在抽泣抹泪 房门之压的一声被打开 面带惊喜的秦万年带着管事秦二大步走了进来 目光静止落在床上 待他看到秦首逸那凄惨模样时 脸上的笑意渐渐脸去 首逸 你这是怎么了 见到失踪一个多月的二儿子终于回家 却浑身缠满破步绷带涂满药膏 秦万年的脸色渐渐转寒 双目之中闪动着愤怒的火焰 老爷 你要给首逸报仇啊 我可怜的孩子 浑身上下骨头都断了 实在是太惨了 那衣着华贵的妇人顿时拉住秦万年的衣袖 不停地嚎啕大哭 给我住嘴 秦万年怒吓一声 那妇人吓得一哆嗦 连忙闭嘴 不敢再哭好 首逸 快告诉爹 你这一个月里究竟都遭遇了什么 是谁把你害成这样 秦首逸此刻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完好 不满伤痕 胳膊和大腿更是无力地瘫软在床上 使不出力道 现在他已经完全成为一个没有骨头 无法行走的软体动物 听到秦万年的话 面如死灰的秦首逸缓缓睁开眼来 眼神之中的绝望 渐渐退去 浮现出无尽的怨毒 随后 他擒动着嘴唇 将事情的始末一一地讲述出来 原来 当初他虽然被杜飞云打落悬崖 却掉入山下白石河中 侥幸未死 只是浑身筋骨全部碎裂而已 仅剩下一口气的他陷入昏迷 顺着白石河漂流到蓝仓阵 被一对渔户夫妇救起 然后精心照料他一个月时间 两天之前 他终于从昏迷之中醒来 了解自身处境之后 便以立许诺 央求渔户夫妇抬着担架 跨越百里山路将他送回秦府来 听完这一切 屋内顿时爆出剧烈声响 暴怒之下的秦万年 一巴掌将桌子拍得粉碎 处于抱走边缘的秦万年扭过头来 满脸煞气的对管事秦二说道 秦二 立刻带人前往杜家 把杜婉清母女给我抓来 先把他们关押在府中 老子现在亲自去抓杜飞云那个杂种 秦二联盟点头 快步奔出卧房 前去执行命令 满身灵力杀气的秦万年 转身踏出房门 便要前往祖笔大会现场 去擒拿杜飞云 临行前 他还不忘回头对秦首义说道 首义 你且安心养伤 父亲这就去把那一家贱人抓来 为你报仇 祖笔大会终于圆满结束 众多围观的百姓也渐渐散去 彼此还在议论纷纷 交头接耳 倾诉着心中的震撼与兴奋 今天祖笔大会上杜飞云的一系列表现 已经在白石镇掀起轩人大波 成为百年来白石镇中最为耀眼和传奇的人物 年仅14岁 便以修炼至炼体期九层境界 只差一步便会踏入炼体期 拥有妖孽般的修炼速度 强大的实力 而且还身具神奇的医术 比之姓林圣首薛神医更胜一筹 这种重荣誉加诸于身 杜飞云顿时变成所有百姓崇拜与敬畏的对象 哪怕他只是一个位极弱贯的少年 此刻却再无一人敢于轻视他 刘老太君已经当众宣布 杜氏一家将会回归刘家 以后杜飞云必将会是刘家着重栽培的对象 拥有柳家这等家世财力的鼎力相助 杜飞云绝对前途无量 百姓们渐渐散去 白家与秦家两大家族的人也黯然退场 两个家族的人临走前仍不忘对杜飞云怒目而逝 显然在心中将杜飞云恨之入骨 刘老太君被柳湘天扶着来到杜飞云面前 面带欣喜的开口赞誉 向杜飞云诉说着心中的欣喜与震惊 原本刘老太君邀请杜飞云 只是期望他能够替柳家撑一下门面 至少不会败得太惨 输得太彻底 可是他完全没想到杜飞云竟然给他带来如此天大的惊喜 彻彻底底地完胜另外两家 此时此刻刘老太君心中的激动可想而知 他实在是太喜欢这个外孙了 就连一向看杜飞云不顺眼的柳向天 此时也是面含微笑 对杜飞云十分和蔼 足比大会取得圆满胜利 杜飞云得到自己想要的宝物改变了之前的形象 也收获了白石镇百姓们的敬畏 柳家也是获利颇丰 接下来三大家族将会重新分配一些产业和利益 一想到接下来就能看到白玉生和秦万年那肉痛的表情 柳向天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 柳老太君开口邀请杜飞云与他一同回柳家 并打算派下人将杜氏母女也接来 只不过却被杜飞云婉言谢绝了 尽管柳老太君再三劝解 奈何杜飞云心意已决 与柳老太君告辞之后 便向家中返回 杜飞云独自离开 柳老太君与柳向天望着他的背影许久 见他消失在人群中 这才略带遗憾地转身返回柳家 就在这时柳向天的眼角撇到 中途离场的秦万年竟然又气急败坏 满脸杀气地赶回来 见到这一幕柳向天不禁心中偷着乐 有些幸灾乐祸 秦家一直基于白石河的控制权 所以这次足笔大会 抑郁打出秦守正这张底牌来获取胜利 却没想到秦守正败于杜飞云之首 功亏一篑 秦万年虽然是柳向天的大舅哥 两人却向来不和 有这么好打击他的机会 柳向天肯定不会错过 是以看到秦万年气急败坏地返回现场 还在四处搜寻着什么 柳向天便满脸含笑地走上前去 来到秦万年身边 他便故作得意地开口说道 哎呀 秦家主你可终于回来了 我还生怕你不敢回来了呢 你们秦家后辈可是人才辈出啊 只可惜守正那孩子修炼之徒太顺利 所以遭此失败也是在所难免 少年人嘛 多经历一些磨难总是好的文言 秦万年顿时止住脚步 满脸怒气地回头瞪着柳向天 双目赤红挤欲世人 这次我柳家一不小心赢了足比 柳某实在是惭愧啊 不过 足比之前约定的产业和利益分配 咱们现在还是得交接一下的 正好 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找白玉生吧 柳向天虽然语气故作惭愧 可是脸上那春风得意的笑容 哪里有一丝惭愧的模样 分明就是故意在弃秦万年的 滚蛋 柳向天 老子现在没空跟你浪费时间 秦万年恶狠狠地唾骂出声 而后转身离开 继续在人群中搜寻着杜飞云的踪影 被秦万年如此呵斥 柳向天赫然变色 脸色渐渐转寒 身形一闪挡在秦万年身前 语气森然地道 秦万年 难道你想赖账不成 好啊 既然你如此嚣张 来来来 让柳某见识见识 你有什么本事如此猖狂 话音刚落 柳向天周身便腾出灿灿的冰蓝色光滑 凌厉至极的寒冰静气勃然爆发 挥手一记寒冰掌便朝着秦万年当头拍去 秦万年本不欲与柳向天纠缠 奈何柳向天当先发难 无奈之下只好出招应对 两位家主岁数相仿 实力也都处于恋极其二层境界 多年来多次交手 也都是旗鼓相当 不分上下 事已 如此一来 尽管秦万年怒火攻心 一心只想着寻找杜飞云 不愿与柳向天纠缠 却还是被死死的缠住 脱不开身 第24章闯入秦府 杜飞云满心愉悦地返回家中 刚刚来到大门口便感到不对劲 平日里院门一直都是关着的 此刻却是大开着 心中疑惑的她走进院中 呼喊数声 却不见母亲和姐姐的踪影 走进屋里便看到桌椅粉碎散落在地上 母亲与姐姐不知去向 见此情景 她顿时预感到情况不妙 快步奔出小院 却迎面碰上隔壁的王二嫂 平日里他们家与这王二嫂的交集并不多 当然 双方也没有什么嫌隙 此刻王二嫂见到杜飞云 便焦急地开口说道 飞云 快去秦家救你母亲和姐姐秦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听到秦家这两个字 杜飞云顿时心中一戈登 似乎明白了什么 就在你回来之前 秦管是带着家丁冲进来 把你母亲和姐姐都抓走了 听到王二嫂的话 杜飞云顿时勃然变色 顾不得说声谢谢 便连忙闪身奔向秦家 敏锐的直觉告诉她 很可能是当初的事情败露 否则秦家绝对不敢如此大张旗鼓地来抓人 心中焦急的她一路掠过大街小巷 使出浑身原力来加快速度 直奔数里地之外的秦府 一边全力奔驰的同时 她还在心中不断地祈祷着母亲和姐姐千万不要有事 否则她实在无法原谅自己 此时的杜飞云已经成为整个白石镇的焦点 她的任何举动都会被人所关注 见到她亡命地在路上飞奔 且满脸焦急的模样 不少百姓都在暗中揣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杜飞云全力飞略之下 短短半壳中秦府的大门便已在望 原本她还顾忌秦家的家主秦万年 毕竟她只有恋体七的实力 在恋气七境界的秦万年生前 毫无还手之力 可是此刻她担心母亲和姐姐心忧如焚之下 也顾不得太多 直接便向秦府大门冲去 站住 看守大门的两位秦府侍卫 皆是一身黑衣短打装扮 见到杜飞云风驰电掣的直冲大门而来 顿时抽出妖刀握在手中 滚开 无需解释 无需浪费口舌 杜飞云脚下骤然加速 一个箭步奔至大门口 双掌腾出赤红光滑 顿时泼洒出层层掌影 朝两位侍卫兜头照下 练体七九层实力 如今在白石镇中绝对是顶尖高手 能够胜之者不足无止之数 是以两位侍卫大惊失色之下 还未能惊呼出口 便被流水掌击中胸口 身形抛飞出去 远远地摔出大门外 杜飞云毫不停留地 窜进秦府大门 脚下行云步施展开来 身躯快死利剑 身后留下一串残影 秦府的宅院占地足有数十亩 前后共计六重院落 房屋无数 杜飞云从未来过这里 一时间也不知去哪里 寻找母亲和姐姐的踪影 无奈之下 只好每个房间一一寻找 就在杜飞云在宅院之中乱闯 四下搜寻时 有下人和护院见到他闯进来 顿时尖叫出声 惊恐呼喊 慌乱奔走 很快便有十几个身着黑衣短打装扮 握着腰刀的护院奔出来 朝着杜飞云包围过来 心忧如焚的杜飞云 不愿与这些护院和家丁浪费时间 仗着炼体九层的实力 在走廊与房檐之上纵躍 很快跳开包围 冲进第二重院落 实力达到炼体七九层 不单力大无穷 身体柔韧程度更是极强 双腿的弹跳力也很是恐怖 杜飞云现在施展权力的话 便能够轻而易举地 跃上一掌多高的房檐院墙 第二重院落里 显然是丫鬟和下人居住的房屋 见到杜飞云飞檐走壁地冲进来 好几个丫鬟和老魔魔顿时花容失色 一阵鸡飞狗跳的逃窜 还扯开喉咙歇斯底里地尖叫着 身后 十几个气势汹汹的护院 挥舞着妖刀追杀进来 身前则是一排房屋 杜飞云果断地跃上房檐 在屋顶上几个纵月 跳进第三重院落 他的身影不断地在各个院落里闪现 剑步如飞地来回纵月 翻窗破门在各个房屋之中搜查 只是很可惜 依然不见杜氏和杜婉青的踪影 越来越多的护院聚集在一起 杀气沸腾地追在杜飞云身后 异域将他包围 然后擒拿 数十个慌乱奔走的丫鬟和老魔魔聚在一起 惊声尖叫的同时 还不忘呼喝着那些护院和家丁 一时间群词周周 嘈杂错乱 第四重 第五重院落 都被杜飞云给翻了个遍 却仍旧不见母亲和姐姐的踪影 正当杜飞云在第五重院落里的房屋中 四处搜寻时 秦家的三十多个家丁 终于将整个院落包围 守住院墙和门口 只等杜飞云一出现便出手擒拿 又是咔嚓一声脆响传出 某间房屋的木门被一脚踢碎 脸色阴沉的杜飞云自门内闪现出来 坎坎越过走廊跳进院中 未等他再度跃上房檐继续搜寻 数十个护院便举着长刀 齐齐地朝他扑来 杜飞云瞬间眯起眼睛 眉头紧簇 浑身肌肉绷紧 体内圆里骤然狂涌而出 四面八方都被秦家的护院修士所包围 数十把长刀闪耀着寒光 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朝他袭来 尽管这些护院都只是一些炼体前期和中期的修士 可是 数十把长刀之下 即便是炼体后期修士 稍有不慎也会被乱刀焚尸 寒沙震天 刀光霍霍 杀气凛然 杜飞云却怡然无惧 毫不退缩 白色身影飞掠 道道残影出现 赤红光芒暴闪 灵力尽气肆虐 杜飞云犹如鬼魅一般的闪尽人群中 脚下踏着纯熟无比的行云步 双掌翻飞犹如穿花蝴蝶般使出流水掌 他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在人群中游走 秦家在白石镇势力极大 是以才有才力请来数十个护院 防范萧小的成分不多 撑门面 管理长工和下人的成分极大 是以 这数十个护院看上去 冰墙马撞 气势如虹 却是良有不齐 更无合击之术 全无战术可言 散乱不堪 劈啪的撞击声 咔嚓的骨折声 尖锐的惨叫声 瞬间响起 杜飞云在杂乱无章的人群中 闪现游走 身形飘逸灵动 双掌灵力无比 上下翻飞 几乎没有一和之敌 任何被掌影拍中的人 都会惨叫着跌飞出去 此时的他犹如猛虎入羊群 双掌翻飞连连拍出 脚踏行云 闪转腾挪 专往人腿弯和膝盖提出 数十个勤家护院 冲得很猛很快 败退得却更快 短短数息时间 便已有十几个护院 惨叫着倒下 剩下的人也是心中胆寒 不敢再迎头冲上 被流水掌拍中胸口的 胸中凹陷 面色惨白 嘴角溢出鲜血 昏迷到底 被击中肩膀胳膊的 惨叫着倒在地上哀嚎 被踢中腿弯和膝盖的 抱着腿在地上翻滚哀嚎 很快解决掉十几个护院 成功地震慑住其他人 杜飞云不愿在浪费时间 身形一闪便要离开 准备继续搜寻 就在这时 他的身后陡然爆发出两声怒吓 两道凌厉无匹的劲气 瞬间爆发 伴随着森然寒光 朝他后颈袭来 咋种去死吧 那两把长刀 距离杜飞云的后颈 只有不足六尺的距离 眨眼间便袭致杜飞云脑后 眼看就要将杜飞云的脑袋 斩于刀下 见到这一幕 周围的护院与家丁 都面露喜色 似乎已经见到杜飞云血剑当场的情景 这藏在杜飞云身后 同时抱起袭击的两个人 竟然是两位勤家少年 其中一个拥有炼体七层的实力 另外一个也拥有炼体六层的实力 好心机 好算计 这两个少年竟然藏在人群中 悄然地摸至杜飞云身后 趁着他精神松懈时 在他的视线死角发起袭击 换作任何一个炼体七修士 哪怕是天才少年秦首正 只怕也无法躲过这蓄谋已久的袭击 当场便要伸手易处 可是杜飞云会吗 显而易见 他不是秦首正 所以他不会死 无需怀疑炼体后期修士的能力 无论是眼力还是耳力 都是常人不可思议的 在两把长刀 斜着呼啸破空声临体的那一刻 杜飞云虽不曾回头 却犹如脑后长了眼睛一般 身形一矮便弯腰蹲下 显之又显得躲过刀锋 两把长刀的攻击落空 两位少年的身形仍在前冲 杜飞云却是赫然拧腰转身 双掌暴闪赤红尽气 啪的一声便拍中两个少年的胸口 咔嚓的骨折声顿时响起 清晰入目 无数人为之胆寒 两个原本是在必得的少年倒飞出去 口吐血墨地在地上翻滚 双手捂着胸口不停抽搐 杜飞云的身形一闪 便来到其中一个少年身前 一脚踏住他的胸口 立声贺问道 说 我娘和我姐姐在哪 呼少年眼神怨毒地盯着杜飞云 执拗地不愿开口回答 奈何胸口庞然大力传来 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面色惨白的尾顿在地 说 或者死 杜飞云的耐心已经被耗光 不想再废口舌 他知道 母亲与姐姐的性命随时都会葬送 由不得他不心狠手辣 你 咻 像少年怒目圆睁 一出血墨的嘴角擒动着 艰难地吐出这三个字 脸上却是残忍的怨毒表情 那你就去死 杜飞云的双眼顿时赤红 脚底再次用力踏下 那少年的胸口顿时凹陷下去 眼中生机迅速消失 而后脑袋一歪便再无声息 自始至终 他都信奉一个道理 谁要他死 他就得让他先死 既然这个少年背后袭击想要杀他 那他也不必手软 心词手软 只会酿成惨祸 暴汗终生 或是葬送自己性命 这种妇人之人 他是绝对不会有的 他从未杀过人 但是并不代表他不会杀人 他一直都是心地善良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 他就要受人欺辱而不反抗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更何况如今他母亲和姐姐都身陷险境 生死未卜他怎能不心忧如焚 怒火攻心 第25章残忍折磨 知道在这些人中也问不出什么 杜飞云双脚一跺便跃上房檐 几个纵跃便跳进最后一重院落 这里是秦家家主和夫人以及少爷们居住的地方 也是最为严密防守的地方 即便是秦府的护院和下人 未经允许也不敢擅闯 杜飞云闪身落在院中 眼神迅速打量四周 只见周围是一圈走廊房屋 中间是占地近两亩的花园 亭台水泻淋漓其中 杜飞云贴着走廊快步奔走 手指戳开每间房屋的窗纸 探查着其中的情形 搜寻了十几间房屋 依然未见母亲和姐姐的踪影 陡然 他的耳中捕捉到一声女人的惨叫 还夹杂着几道男人的狂笑声 身处这等处境 心忧母亲与姐姐安危 在骤然听到这些声音的刹那 杜飞云瞬间做出判断 身形一闪便朝着 发出声音的地方窜去 如果母亲和姐姐遭受什么伤害 她一定会让秦家付出代价 这一刻 杜飞云紧咬钢牙 眼中布满血丝 闪动着沸腾的杀意 身形飞略之下 数十丈的距离片刻几道 来到一间房前 杜飞云毫不犹豫地 一脚踹碎木门 身形丝利剑一般飙射进去 当她冲进这间考究奢华的房中 瞬间便看清屋内的景象 那一刻 她怒法冲冠 心中顿时气血翻涌 一股滔天怒火勃然爆发 屋内人很多 六个男人 两个女人 充斥整个房间的 是一股酸腐难闻的药膏味 还有一股血腥味 四个身着家丁打扮的汉子 两人一组 架着两个女人 身材瘦弱的女人年龄稍小 十六七岁的模样 此刻被两个家丁架着 动弹不得 她的脸颊高高肿起 嘴角还在溢着鲜血 头发蓬乱 一个头戴青色方巾帽的 瘦削中年男人 正握着匕首 扎进她的手指 她的手心 她的食指 都在滴立着鲜血 食指连心 剧痛无比 她咬着牙 满脸泪痕 身躯颤抖 却怎么也不肯惨叫出声 那中年男人脸上 全是残忍的笑意 不断地以匕首 扎刺着她的手心手指 还扭头向床上 躺着的那个少年 露出一丝谄媚的笑意 另外一个被嫁着的是 一个面容清秀 身材瘦弱的妇人 此时的她也是脸颊轻肿 食指低血 满脸泪痕 她开口唾骂着那中年男子 望向身旁女子的眼神里 满是怜惜 另外四个家丁 一边欣赏着中年男人 折磨那个女子 还会发出阵阵狂笑声 即是快意 杜飞云破门而入的刹那 房中顿时安静下来 众人的狂笑声停止 妇人的唾骂声停歇 床上躺着的那少年的 得意笑声也停下 静 令人窒息的静 秦二 你该死 低沉的声音响起 怒火攻心身躯颤抖的杜飞云 生死低沉到好似沙哑 她那赤红的眼睛 盯着那中年人 直勾勾地望着她手中 正在折磨人的匕首 毫无疑问 这是秦首义的房间 躺在床上满脸畅快地欣赏 这一惨剧的人 自然也是她 正在执行刑罚的中年男子 便是受秦万年之命 勤拿杜氏母女的秦家管事 秦二 至于那两个正在被残酷折磨的女人 自然便是杜飞云苦苦寻找的杜氏和杜婉青 秦二受秦万年之命 将杜氏母女抓回秦府 正准备押进密室之中关押 等待秦万年决断处罚 秦首义如今成为鼻涕虫一般的软体动物 这全是百杜飞云所赐 所以她早对杜婉青和杜飞云恨之入骨 恨不得但其肉 饮其血 请其皮 正是如此 她才传令让秦二将杜氏母女带到房中 并让秦二当场施展酷刑 她已经迫不及待要狠狠折磨杜氏母女 然后再将她们杀掉泄愤 所以才会有杜飞云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她不曾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杜氏一家只是平民百姓 她身为秦家少爷 杀了便是杀了 即便事后柳家会追究此事 她相信她父亲秦万年也会为她撑腰的 在白石镇 她秦家不会惧怕任何人 哪怕是柳家也不例外 然而 就在她柳二少爷看得正爽 正在发泄心头愤怒时 杜飞云却突然闯进来 这一刻瞬间的错愕之后 秦首义脸上露出的表情 竟然不是担忧或者害怕 而是狂喜 这一刻 她甚至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全不费功夫的感觉 秦万年出门寻找杜飞云 到现在也不见回来 秦首义做梦都想着将杜飞云凌迟致死 然而现在杜飞云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她又怎能不狂喜 是已 在错愕片刻之后 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她 竟然兴奋地开口喝道 秦二 给我把这个杂种拿下 千万别让她跑了 若不是浑身骨折无法动弹 秦首义现在最想做的 肯定是摩拳擦掌的 亲自虐杀杜飞云 只可惜 这后院太过于严密 秦府下人不敢进来打扰 所以 没有人提前进来为她通风报信 更没有人告诉秦首义 之前杜飞云在秦府中 独身面对众多护院的事情 至于杜飞云取得 足笔大会第一名的事情 在场众人都不知晓 如果她知道杜飞云此时的实力 只怕她立刻就会哭丧着求饶 可惜的是 她不知道 当然 杜氏母女也不知道 她们也不清楚杜飞云的实力境界 所以 优之心切的情况下 杜氏与杜婉青几乎同时呼喊道 飞云 你快逃 别管我们 为了让主子高兴 为了讨少爷的欢心 秦二瞬间闪身 掠至杜飞云面前 大手伸出朝着杜飞云的脖子掐来 脸上还带着细血的笑意 想跑 没门 只可惜 秦二失望了 杜飞云立在原地 并没有任何要逃跑的意思 反而满脸杀气的出手了 赤红光滑瞬间闪现 杜飞云的右手 刹那间搭住秦二的手腕 然后朝后一拉 秦二顿时身不由己的 扑向杜飞云 右手将秦二拉到面前 杜飞云那泛着赤红光滑的 左手瞬间拍出 直奔秦二的胸口 咔嚓一声沉闷的骨折声响起 秦二脸上的细血笑意 瞬间凝固 大嘴一张便是一口血浅喷出 耳后无力地摔倒在地 抽出了树下 便再无声息 啊 瞬间的逆转 让人不可知信的情景出现 不单是秦首义 就连四个家丁也是惊呼出声 面色呆滞的望着杜飞云 连同杜氏母女在内 也没有人会想到杜飞云仅仅一招 便将炼体七七层实力的秦二当场击杀 惊恐和不可知信的气氛凝固 仅仅刹那 便被一道颤抖的声音打破 你别过来 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显然 有位家丁很聪明 他很快从震惊中反应过来 连忙抽出一把匕首 顶在杜婉卿的脖梗处 有人置在手 便可令杜飞云投鼠忌器 不敢妄动 如此一来 他们才有求生的机会 甚至于 只要等到秦府的护卫赶来 他们就可以杀掉面前这个少年 然而 想法是美好的 现实却是残酷的 就在那家丁颤抖的怒喝出声时 一道白光瞬间自杜飞云手中飙射而出 堵的一声钉在他的脑门上 那是一把匕首 片刻之前还被秦二用来扎刺杜婉卿的食指 此刻却深深地刺进那家丁的额头 匕首射出的刹那 杀气凛然的杜飞云也动了 他的身影好色闪电 带起一道白色残影 瞬间飙射向另外三个家丁 带着赤红光滑的掌影泼洒而出 上下翻飞 先后拍中三位家丁的脑门 顿时便将他们拍飞出去 倒地之后便再也没有声息 短短一息时间 杜飞云便如杀神一般将管世秦二和四位家丁击杀 杜氏和杜婉卿原本被四位家丁架着 此刻失去支撑 孱弱不堪的身躯顿时便软软倒下 杜飞云一边一个将母亲和姐姐搂住 耳后瞥了一眼床上那神色惊恐的秦首义 眼底一丝寒光闪过 他的脚尖一条插在那位家丁脑门上的匕首便再次飙射而出 堵的一声定在秦首义的脑门上 见秦首义的脑袋无力地垂下 死得不能再死 杜飞云这才搂着母亲和姐姐 闪身跨出房门 来到院中 他一跃跳上房檐 几个纵月之后便跳出围墙 离开了秦府